歡迎收看有小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上一集介紹了圓跟這個點 還有圓跟線 還有圓跟圓 的關係 那麼我們在這一集要特別著重在介紹 在這一些關係裡面 最值得被探討的 就是切線 那我們在上一集有說明了什麼樣的情況下會說是切線呢 他最原始的定義就是說圓跟這一條線只有交這個點 只有交到一個點 那這個有的小朋友可能還是會有所懷疑就是說 你說交這個點難道他不會 進去嗎 假如說我只畫一邊的話 難道他不會真的就不會進去嗎 就是說 進去就不叫切線 他不會即是切線又會進去 假如說會進去就不叫切線 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去試試看啦 那我說舉個例子嘛就是像那個硬幣貼在 硬幣貼在鐵齒上你就發現他就是只有碰一個點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切線 那來介紹切線這件事情呢我們提到第二件事情 如果他是切線的話 那麼圓心道切點的地方會是垂直的 然後這個長就會是半徑 圓心道自己的圓周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半徑 這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上一集證明了 這個地方會是垂直的 那既然他是垂直的他就同時會是圓心道 那個直線的距離 所以圓心道切線的距離等於半徑 這是我們在 上一堂課跟大家說明的 那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要說當我們看到一個圓以及他有切線的時候呢 那第一個要想到的事情就是切線會和他的半徑垂直 就是像我們畫的這樣子 好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也非常的重要 假如我現在有一個圓 那麼過這個圓外的 某一點 一定可以做出兩條切線 一定會有兩條切線 假如說我 用紙拉好了 以免這個你們有在亂畫 好 OK 像這樣子 一定可以有兩條切線 然後也就是只有兩條 那 這是第二點 然後 當我們一過圓外一點對這個圓做了兩條切線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到探討之前不要忘了怎麼樣 先把切線和半徑連起來 這個地方垂直這個地方垂直 這個動作一定要習慣 就是當你不知道要展開什麼樣探討的時候你看到有切線 就是先把半徑跟他垂直畫起來 我們到後面會介紹弦 你看到弦不知道做什麼可以畫一下弦形劇 類似的概念 我們來介紹在這樣子的情況下有一個詞叫做切線長 什麼叫做切線長呢 就是過圓外這一點P 對這個圓可以做兩個切 做兩條切線 那麼切到的剛剛好碰到那個點我們稱為切點 這兩個切點 如果叫A跟B的話 那這個時候PA這一段 和PB這一段 就是剛剛好到切點的 這段 這兩段我們都稱為切線長 這段也是切線長 然後這段也是 這段也是切線長 可以嗎 那你想說那有兩段切線長切線長是多少 這樣要怎麼 講 那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因為 這兩段會一樣長 我們等一下就來證明這件事情 這個呢被稱為切線長性質 就是過圓外一點P對這個圓可以做兩條切線 分別切在AB這兩點的時候請證明PA會等於PB 這是第一個要證的 第二個證明的是角P 角APB跟角 AOB互補 這寫錯了 加起來有180 好 那麼其實呢題目這樣子也就是提醒你怎麼樣 一定要去拉拉 就是把圓心到切點連起來把圓心到切點連起來 垂直 垂直 AOB和腳APB這兩個角會是合起來180 然後呢第三個要你證明的是 連接OP 這OP評分 這條線如果連起來的話那麼這條線會同時評分這個角和也會評分這個角 好那其實這個第二個證明非常的簡單我們現在先不畫那條連起來的線就可以證了 這是一個四邊形 APBO 四邊行APBO裡面 當你連起 OAOA跟OB的時候呢 因為OA垂直OB嘛 OA垂直AP OB垂直BP 所以這兩個90 那四邊形內角合360 360-90-90 這兩個合起來180 就這樣證完了 所以這兩個角互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我把 OP連起來 那這個證明過程我就不寫啦 因為 太簡單了 那 當我把OP連起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這兩個都是半徑 然後呢 要注意喔有很多學生到這裡還是會有這種錯誤 他會把這個 因為這邊等於這邊有沒有這邊等於這邊然後怎麼樣 那這個是錯的因為 AP等於PB是要求的 要證明的 我根本沒有辦法我目前還不能跟你說他會發生他不是我們用來證明的理由 不可以倒果為因啦 所以說呢 我有這兩邊一樣那其實90度跟90度一樣嘛對不對 那然後勒 你看我們剛才這個這兩個腳一樣的這件事情這個兩個腳一樣這兩個腳一樣這個也是要證的 這個也是還沒證出來的 所以我們第三個仰賴的是這一邊 可以嗎 也就是三角形 AOP和三角形 BOP裡面這兩個都是90這兩邊一樣這邊又共用 所以他是怎麼樣的全等 好注意喔兩邊一腳可是他並不是 SAS 也沒有ASS 這個是 RHS全等 RHS全等正出來之後那 全等的三角形裡面好對應邊相等AP等於BP 然後對應腳相等 這兩個腳一樣這兩個腳一樣 就同時震出第一點跟第三點 這三件事情合起來稱為切線長性質 他其實主要就是在講切線長會 就過圓外一點 對這個圓所做出來的兩條切線他的切線長會一樣長 那切線長指的是P點到A點有很多小朋友 老是講講講他聽聽聽聽 聽完了到最後還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切線長是到哪裡 就是他到現在都還以為切線長是不是指這一段 這一段長是切線長不是 因為切線是無窮延伸的所以沒有說我畫到哪裡算到哪裡 切線長就是特定指 這一點到 這兩個切點那你說那這一點 哪裡來的 就是圓外有某一點 所以也不是說我一定要畫成這樣子當我切線是無限延伸的時候 當然我並不是一定這裡會有一個金尖的角 可能這兩條就這樣交叉過去 那他就是從這一點 到這裡 我們 在說明他的時候我們是說圓外一點對這個圓做兩條切線 那你從這個圖你也可以看出來怎麼樣呢 這個切線長性質可以用來他的這個圓外一點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我有一個圓 我有一個圓 像我們剛剛講也我有一個圓 我任意的做一條切線 又任意的做了另外一條切線 那這兩條線只要他不平行他就會交一點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其實他就符合切線長性質 因為這兩條切線就可以視為是過這個點所做出來的兩條切線 那麼這一段 PA 就會等於 PB 可以嗎 這樣也是切線長性質 於是兩個問題來問大家 第一個問題 如下圖 我現在有兩個圓外切 那我們在上一堂課說明了 外切就是這兩個圓在外面碰到 剛剛好只碰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條線剛好通過他們兩個碰到的那一點而且同時跟他們相切 同時跟他們相切 那然後呢又有另外一條線 從上面過去也同時跟他們相切 同時就是 好像那個公音數公倍數這樣 公 所以 這兩條線都稱為是這兩個圓的公切線 一條是這一條一條是這一條 其實還有第三條在下面 那 他要你說明 試試看去證明說這個時候 切點分別是A B 然後這兩條線交叉於C點 請示的證明AC 會等於BC就是 C是AB的終點 你能不能夠證明這一點呢 然後下面這個 這裡有一個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在斜邊上面 取某一點O 做了一個圓 如果這個圓剛剛好會跟兩股相切的話請問這個圓的半徑是多少 AC是3B45 可以嗎 OK 那麼我們在之前有跟各位介紹到生物會演化 然後沒有提到這個 人的眼睛是有視覺盲點的章魚的眼睛是沒有視覺盲點的 然後我們還說這個 這件事情成為演化論就生物學家跟教會 中心有信仰的人 他們之間的一個 這個交鋒的關鍵 那事實上到最近的研究 這個發現眼睛的演化的確是在整個生物的演化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呢 那可能大家有聽過 一個詞叫 叫做韓武記大爆發 叫做韓武記大爆發 它是指在 我們透過考古的那個土壤的分析 化石的分析 發現地球在 韓武記的那個時期呢 突然之間多出來非常大量的 生物物種 不是不只是樹木 是物種 也就是說原本的物種 舉例來說 比如說假如說 一兩千種 那在韓武記的這段期間之內 他突然就 暴增到兩三百萬 比如說這樣子 實際的數字我沒有背 是種類 他的種類變得非常的多 那個多樣化變得非常的 非常的豐富 為什麼呢 這個 以前的科學家一直沒有很明確的去 確定這件事情 這幾年的人就慢慢的科學家 就提出了一個說法 叫做光開觀理論 那個時期的生物大部分還是住在海裡面 那你可以想像 那個 在一開始生物剛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 生物的眼睛其實是慢慢演化出來的 以前的那個 神學者 他們會說 生物是上帝創造的 然後他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證據就是像眼睛這樣的東西是單一而且複雜 眼睛沒有半顆眼睛沒有用 一定要一顆才有用 那一顆眼睛是那麼 所以他是單一的 他不是像說我的皮膚我可以 我可以這一塊有皮膚這塊有皮膚這塊沒有這樣 那 眼睛一定是一次就一顆 然後他又很複雜 眼睛是很精密的 以演化論的角度來說 傳統的演化論 會覺得說很多事情都是慢慢演化而來的 比如說人站起來是慢慢從四肢腳爬 慢慢慢慢慢慢最後能夠直立 長頸鹿的脖子是從短的慢慢變長的 那所以說那個反對演化論的人就會說那你說說看啊 眼睛是怎麼出來的 你從沒有眼睛到一開始有一點點眼睛 後來眼睛又更大顆 後來眼睛又完全這麼大一顆 那中間那個過程真的有用嗎 那 所以以前的這個 就是反對演化論的人 會用這個來跟演化論者交鋒嘛 那我們之前有提到過說後來其實演化論已經慢慢的 了解到說眼睛真的就是演化來的最早的 最早期 生物他其實沒有眼睛 他只有感光細胞 就是在皮底下有幾個細胞 當光線照下來的時候他會特別的有送出神經訊號 然後大腦會判斷我該 因為有這樣的信號我該躲開還是該靠近還是該怎麼樣 感光感熱啊感震動啊這樣 所以他其實原本是一種類似神經元的概念 然後強化那個神經訊號所以出現感光細胞 到後來這個感光細胞上面 他們有我們有考古的那個 生物的化石 讓我們知道說有一些生物呢他其實他會用方解石這類的礦物 來去 增強他這個感光的效果 就像是 我們用那個光學鏡頭一樣 那是礦物那是玻璃 那他們也生 方解石來去達成類似的效果 到後來的生物慢慢就又演化出來就是他把 出現像類似像水晶體這樣子 一個槍體 然後能夠有脫鏡的效果這樣 所以這個眼睛呢就 凸起來了 那 一直到某一個期 某一個時間點非常的重要就是 在這個眼睛慢慢演化的過程中他從 純粹的感光 終於他演化到某一個階段他可以分辨比如說 那個三色光然後他真的可以看到東西 他不只是感覺到那裡有東西 而是他真的可以看清楚那個東西的樣子的時候 也就是他的眼睛演化出一個相當 到一定程度已經相當有歸相當有效的功能的時候呢 就好像怎麼樣就好像以前我們在 教室好了深夜裡在教室玩躲貓貓 深夜裡在 大禮堂裡面玩躲貓貓然後光都沒有透進來 也沒有月光這樣子 都看不到 瞎追有沒有 亂落 你在哪裡 然後大叫 有人在那邊趕快過去扣過去抓他對不對 原本是這樣子玩的 那個深夜裡都看不到 慢慢慢慢動來動去慢慢慢慢刺探來刺探去 感覺到那邊好像有東西 一直到怎麼樣 突然有人把 燈一打開 那個管理員的 來 終於把燈打開 啊就在那邊 就去抓 那當眼睛從 初步的感光 他演化到具有一定的規模 他真的可以看清楚東西的時候 哇 這個生物跟生物之間的互動 尤其是對演化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 吃與被吃啊 狩獵 獵人跟獵物啊 狩獵跟逃走的關係 還有另外一個關係是 寄生 寄生跟宿主的關係 那寄生跟宿主是比較長期的 獵人跟獵物是比較短期的 那當 這個光開關的事件發生的時候也就是其實就是當眼睛 他演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那 獵人跟獵物的關係就突然變得很活躍 因為就是 那個 管理員把燈打開來了嘛 所以這時候鬼就看得到人然後人也看得到鬼 那 開始有人努力的要去抓某個人的時候呢 原本跑的快跑的慢不是很重要啊 因為反正你就是瞎懵嘛 那現在看得到囉 跑的快跑的慢 就有差啦 跑的快跑的慢有差 跑的 快跟 那個耐力長持久也有差 然後跑的快跟武力強大 武力強大你跑的快沒有用 貶你啊 你敢抓我 試試看 那不建議這樣做 但是 於是 怎麼樣 在光開關理論的這個說明底下 生物學家認為 為什麼含武技的物種會突然之間爆大量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獵人跟獵物的活動變多了 變得複雜了之後呢 各式各樣的 互動 我吃你你逃走還是我乾脆一小部分掉下來給你吃然後再逃走還是我吐出黑沫 對不對 還是我衛裝成什麼 就整個變得很豐富 我們就可以有各式各樣的玩法 那這個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啦然後你有證明出這一點嗎 其實這個並不難證明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就是說 傳統的這個切線長性質的教學都是從圓外一點做兩條切線來 那在學生在學習跟應用的過度上面會有一個落差就是他要去習慣說 其實這個這一點不一定是說過一點做兩條切線 他也可以是怎麼樣兩條切線交於一點的話 所以其實這邊這個根據切線長性質 AC就會等於C租 對不對 AC就會等於C租 因為C點就是 大圓圓一的兩條切線的交點 那麼過C點做兩條切線的切線長就是CA和C租 那這兩個要一樣 然後如果看小圓那一邊的話呢 C租要會等於 B租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知道當兩個圓如果外切的時候他的 外公切線和內公切線的交點呢會剛好是這兩個切點的終點 因為AC會等於VC嘛所以這個是終點 可以嗎 下面這一題其實也不難啦只是要大家 真的要去算 如果你想說35那ab是不是4 哇那就 很糟糕 如果是我學生我就說該死 那個345一定要有相對應的位置 這個是兩股 所以這邊其實是怎麼樣 25加3 3根號34 OK 那麼接下來的步驟呢如果以前沒有做過的話可能比較不容易 想到這麼做 但是至少你應該要會做到的是什麼 我剛才不斷在講 看到切線就從圓心連切點垂直 圓心連切點垂直 但是有垂直 就可能是怎麼樣 可能是高 那所以我們去尋找 這一段跟這一段作為高的三角形 這一段作為高的三角形是哪一個 這一個 當然也可以啦 對不對 那也可以是什麼 你如果把OC連起來的話 這一個 他就是以5為底 以這個為高 這邊就是以3為底 以這個為高 這樣的作法我們不是第一次看到 我們以前有那個 有一個 證明是等腰三角形 然後我說 你隨便在這裡取一個點 對這邊做垂直 對這邊做垂直 然後我說這樣子這兩段 這兩段斜斜的線段 長度加起來會剛好等於從這邊對腰做垂直 這兩個會很平行 這樣子 這兩段的長度合起來等於對方綠的 那那個時候證明是怎麼證明的就是這樣子 把這裡接起來 怎麼樣 左邊的 腰層上 很快的講一遍 很快的講一遍 三角形 ADC中 AC D 是底層高除2 除2的話就會是 ACD的面積 然後如果是ABD這邊的話 AB DF除2 就是底層高除2 就是他的面積 所以ABC加ABD的面積加起來 就是整個三角形的面積 那他會是AAC乘以這個高 漏寫一個 BH ACXBH除2 那都有除2就拿掉 所以你就會得到 ACXDE加上ABXDF 會等於ACXBH 那因為他是等腰的 AB就等於AC 再約一約 就會有 BH就會是DE和 DF的 因為這不是我們這一 這一堂課要教的 所以我就不寫了 大家還有印象 就會記得 那只是要說明說 我們這個動作什麼動作呢 就是當你三角形裡面出現莫名的一些垂直線的時候就去猜測說 垂直的話就是高 高的話可能就是在某一個三角形裡面 所以把這個三角形切一切 切一切之後左邊的面積加右邊的面積等於整個面積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三角形ABC的面積 他會等於三角形 AOC 加三角形BOC 加三角形BOC OK 那ABC的面積 有的學生反而ABC的面積寫不出來 因為他忘記這個只好三角形就是你拿兩股相乘除以二就可以了 這就是二分之三成五 他就會等於 AOC是二分之 三成 那這裡就是關鍵 就是說 這一段會跟這一段一樣 為什麼 來我們取個代號 XY OX會等於OY 為什麼 要注意喔 不是因為切線長性值 OX等於OY 因為他是半徑 有人的半徑本來就一樣了 所以OX會等於OY我們就稱為半徑R 那所以 這個 原歐他就是問原歐的半徑嗎 所以呢 OAC是 AC是三成上半徑R除二 然後BOC是 底是五 底乘以高也是R 可以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把這個R算出來 所以二分之一一起拿掉 8個R會等於15R 其實是8分之15 到目前為什麼問題 那他問到半徑 提示你用半徑單位之數算 這個問題並不算太難 算是 中規中矩的題目 那比較迂迴一點的話呢 其實你會發現什麼 因為我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這裡本身是直角 你是直角 結果這裡也是直角 這裡也是直角 對不對 然後我們剛才說了嘛 這兩個半徑一樣對不對 這兩個半徑一樣 然後根據切線長性質 這兩個半徑也 一樣 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會是 C X O Y 會是一個正方形 對嗎 就因為你四個直角 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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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360 減三個直角 這個一定是直角 那你四個直角就一定是矩形 矩形的話 零邊又一樣 他就是正方形 所以這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其實我如果算出R 是8分之15 那這段也是8分之15 所以有的題目比較迂迴 他會問這一段 問BX 那你就要知道說他其實就是要 你先求R出來 求R出來的話 R就是CX 那當然你不一定要 用這個路線去做 就是說當你R球出來的時候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既然這裡直角 其實他這裡這一條會平行這一條 所以你也可以從 相似型的角度去算 不過就是先把R球出來 好 那麼 我們這一集的作業 下面這個是 這個單元很常見的問題 那 11是AB 的長度 13是AC的 12是BC的長度 這也算是很常見的問題 我們有教過他的知識 他只是反顧來問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 那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 我們有一個小小小的來問 我們一起去吧 感谢观看